好 透明玻璃碗里三枚硬币 让观众随便选一枚 我们就可以让它隔着玻璃直接穿越出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来不用点红心 也不用点关注 咱们直接进行一个慢动作详细教学 其实这个魔术就是用到了一个魔术师专用的蝴蝶臂 一个可以分成两个 两个也可以快速合成一个 大家看一下 观众不知道机关门子拿在手上就是一枚普通的硬币 表演前 先把它分成两个 像这样 炖一下 磁铁门子就会弹开 就分成两个了 然后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碗里 用一枚正常的硬币再压一下 这样给观众看起来 就像碗里有三枚正常的硬币 除此之外 我们右手掌心再藏一枚正常的硬币 向观众交代碗 碗里三枚硬币 右手伸到碗底 快速反手拍一下 手上的硬币露出来 碗里的蝴蝶臂快速合起来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同款魔术道具在视频左下角购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